大陸民眾透露 目前陸陸續續還是有確診的 但沒有報導出來 而一位名為大陸名罪崔永元的人 3月17號在社交平臺發起 中國新冠病毒死亡人員名單統計調查運動 他向網友呼籲 若知道自己身邊 或者可以打聽到因病毒死亡的人的信息 請以姓名加身份證號加籍貫地址的方式發給他 並表示 開展這場運動是為了更好的悼念 有名有姓死去的人 有消息傳出 这可能是網民借用名罪崔永元 在社交平臺宣告發起一項名為 中國新冠病毒死亡人員名單統計的調查行動 這純粹的民間的方式做這個 無論是崔永元還是借崔永元之名義的人 都會有莫大的風險 因為你在和中共的體制挑戰 你在戳破中共說謊話的折修部 他肯定不會公布的 肯定是分壓力了 推特網民Raymond17號也發起對這次疫情的定名投票 62.6%的人認為 應該定名為中共病毒 另外 針對中共聲稱 3月18號新增34宗確診病例 全為境外輸入的說法 民眾表示不相信 好像武漢肺炎和中共簽了協議 全球都在爆發 在中共控制下不爆發了 這就是一個匪夷所思的事情 用這樣的一個甩鍋的方式 把本來在你國家爆發的一個疫情 你現在大言不惭的說 國際社會有報導引述病毒學專家指出 國際權威的基因庫數據顯示 目前世界各地發現的新冠病毒 共同祖先都是武漢肺炎 也被廣泛稱為中共病毒 新唐人記者常春 陳潔 柏尼采訪報導